好 我們來接聽觀眾的電話 你對於我們外交部你有什麼看法 還是說趕快政黨人替 這外交部的人你趕快fire掉算喔 那整體行報從駐美代表調回來是不是 好 我們先聽一下來自台北的閩先生 閩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一開始就問錯了 台灣本來就不是一個國家名稱 中華民國才是國家的名稱 所以他當然回答台灣不是國家 然後如果有人說中華民國的Republic of China 那個有China 那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會搞混 就像我姓閩嘛 那我姓閩 人家就會問說是閩南的閩嘛 我說不是 是閩子謙的閩 好 謝東閩的閩 我不會因為我姓閩 所以我說我趕快乾脆姓王好了 不會嘛 所以不需要去更改我們國家的名稱 好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說 其實台灣不是國家 但中華民國是個國家 另外是台北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是 就是關於英國回答 我覺得這個回答是對於英國來講最正確的回答 因為目前真的在台面上沒有台灣這個國家 並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阿瑪丹娜他自己是因為他本身有足夠的實力 他可以像林昌佐說的他有全球六分之五的市場 他完全可以放棄中國那六分之一的市場 這是有實力者的展現 那對於外交部的發言 我覺得之前像馬英九是笨蛋的那個發言 他回答這麼快 只是因為他為了要巴結總統而已 就跟中國說打壓台獨是一樣 就是一個提款機 他只是為了巴結馬英九總統來升官發財 真的是嗎 他轉到美國去了 對 請說 吳先生你說對 他轉到美國去了 好 下一張電話是台北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你在線上 喂 汪竹神好 在座的來賓好 我想這個有很複雜的外交國際的考量 英國之所以會這樣回答很簡單 因為這一兩年來對岸的領導人習近平 到英國去撒了多少錢 那為了這個實際 英國我相信啦 英國首相為了這個 夠不斷 夠經濟 也不會去得罪習近平 那這個當然又牽連到說 那我們的馬政府他想得罪習近平 所以當然不敢抗議 那另外我要講一下 娜姐這樣子的做 其實我從國中就聽娜姐的歌 那我是覺得說藝術文化 其實跟政治是分開的 那如果說娜姐要把這個國家的問題 我想她也不是太了解 那我們就當作這個演藝表演看了就算了 那第二點我要特別講一下這個交通的問題 因為畢竟我住在台北市 我覺得柯文哲市長最近的這個 面對問題的這個態度 讓我想起2014年的12月31號 大家還記不記得那時候 九合一的所有縣市首長 剛就任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台中市的捷運出了大問題 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的市長林佳龍也剛好在國外 那個時候他好像是 我沒記錯他應該是去出訪韓國 那但是呢 這個台中市的危機處理是很好的 但是基於那個時候柯市長的這個名氣比林佳龍大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痛罵林佳龍 記不記得 那所以風水輪流轉 現在柯市長遇到林佳龍當年遇到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面對 你怎麼處理 態度問題 問題在態度 謝謝 好 所以問題在態度 我們等於就要講這個柯市長的事情 好 可是我還是先回來 謝謝東豪 我們看這件事情 其實你說好了 他真的台灣是名字叫中華民國 可是在國際間認為台灣就是一個state 就是我們說的是不是一個國家 這個議題 那當然我們現在回來是比較簡單的一個問題 也許本來是商業考量 講壞國旗 大家會比較開心 可是我們要回來一件事情 當時經濟學人說笨蛋馬英九 就講了一大堆內容 但是這個內容裡面就看到講完之後 馬上這是神旅行寫的另外一篇文章 都是英文的 我們就不翻譯了 這是經濟學人說馬 The Bomber 這句話我們其實當時吵了很多 可是你知道嗎 這句話講完之後 馬英九繼續當Bomber 他就籌劃了馬錫慧 好 等會我們來談這件事情 那麼寫完這篇文章的時候 哇 不得了了 我們駐外使節 立刻即刻救援 也寫了一篇 哇 這麼多的文章 看一下這文章 這個解釋文 比這個罵Bomber還要更多 那速度非常快 這個時間是 大概是差一天的落差 二十二號這個說馬英九是笨蛋 二十三號文章就出 應該是二十一號這篇文章出來 二十二號這個神旅行文章就出來了 可是我們看看這次事件 你再仔細看一下 這是為馬平反駐英代表陳旅行 一個投書經營學人 那麼有解釋一句話說 你用Bomber這個字眼 對這個是有這個 對國家是有侮辱之類的事情 好了 那解釋一大堆 可是回頭來看這件事情是 沒錯 其實英國人一開始說 這個台灣的事情 是應該由海峽兩岸來做決定 那麼在現在的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 他們現在的英國是屬於內閣制 在他們英國現在這個 內閣裡面認定 台灣其實還不是一個state 就是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說了這麼一句話 好 當然剛才有位觀眾朋友說 本來台灣就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才是 不過我是很好奇 如果他講是ROC的話 可能英國人就不知道 什麼叫ROC 以為是China另外一部分 可是我們回來一件事 我們外交部到現在為止 包括我們現在這位 好像連我們的行政院長 好像對這件事情也沒感 大概 看什麼內閣吧 大概不會再多講什麼 不過那麼講 就是說其實對很多外國人來講 會搞不清楚 台灣跟中華民國有什麼差別 因為他在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英文名字 是ROC of China 真的會把台灣當成中國 是 所以這個是其實在我們內部 對台灣人來講 會有很多的困擾 對 那這個 英國政府這個反應 當然你也可以理解 因為他承認一個中國 那再加上習近平去年才剛去英國 做了大筆的採購 大概可以可以理解 英國是什麼 做什麼樣的反應 那回過來 就是說那我們的政府 我們外交部可以做什麼 你在這個地方 大概要馬上跟英國政府 要他糾正 大概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做什麼 以神旅行 當時在駐英代表的時候 馬英九是他的好朋友 也是國家元首 所以他馬上做這個投書 那這個事情最重要的 他並不是糾正了經濟學人的觀點 是經濟學人同意讓你來一個來函說明 也就是說經濟學人 其實並沒有改變他對馬英九總統的評價 但是他讓你有一個來函說明的機會 這個來函說明 登在經濟學人的網路上面 也就是他不是登在紙本 他就是網路上的一個來函說明 這樣子對照 那回過來講說 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英國的台灣女婿不是連署 萬人連署台灣是一個國家 這個事情 你感覺到心裡會遭到挫折 還是要幫曾宇群講一句話 為什麼要幫他講一句話 因為曾宇群在租英代表的時候 做了一件還不錯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送報生的孝子 被撞死那個事情 林克寅 沒錯 林克寅後來潛逃到英國 然後那時候曾宇群在當租英代表 那曾宇群跟我們的法務部合作 就是要求引渡這個林克寅回台受刑 那這個引渡其實進行到一半卡住 為什麼說進行到一半卡住 就是說英國政府接受我們的委託 把那個林克寅 現在他是被關在蘇格蘭的那個監獄裡面 可是他並沒有完成引渡的程序 因為目前來講 當時要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需要外表上一些技巧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英國人 英國政府後來再考慮說 是不是要讓林克寅來台灣服刑 所以目前呢 在去年的時候的雙方的想法是這樣子 林克寅可能會在英國的法院的監獄裡面 或者看守所裡面 把他的刑期就是服完 然後到時候雙方再做一個協調就是說 林克寅不用來台服刑 但是他在英國的那個被監察期間 就算是折體刑期 那第二個呢 目前雙方在希望達成一個 就是台灣跟英國之間 我們並沒有正式的引渡協定 你知道引渡協定 基本上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表徵 那因為這裡面一定有中國的因素進來 那現在我們希望雙方能夠達成一個引渡協定 因為未來事情會很多 那為什麼英國會有這個考慮呢 因為有七個英國的這個國民 在台灣因為犯罪而在台灣的監獄服刑 OK 那外交是什麼 外交就是你手上要有什麼籌碼 對方要什麼 我要什麼 是 所以你如果希望英國馬上承認 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在實際實務上會很難達成 除非國際局勢有很巨大的變化 但是如果你想要拿到一些 能夠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表徵 我現在講一講 可能中國在英國的動作又會更大了 如果還有看你的節目的話 是 那法務部也好或者是行政院 比如像張善政 他現在雖然是看守內閣 像這樣子的事情跟英國政府 就台英雙方的這種的司法互助 或者是引渡協定 那這個時候就不要耽擱 努力的去做 因為從去年九月到現在為止 我們一直沒有聽到進一步的進展 這個是可以努力去做的 用這個來彌補說你沒辦法讓英國外交部 承認你是一個國家 用這個東西去稍微把那些平衡過來 所以平衡的重點是在外交裡面的手腕 這件事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所以第一位觀眾朋友打電話來說 的確這種事情 外交事情在檯面上不說 但是內部要去進行 那我要看內部有進行 可是我還是比較好奇問一下 國民黨的文傳委副主委 鄭世偉 我很好奇這件事情 為什麼每次中國人看到這個中華民國國旗的時候 就要如上考比 哎唷 不行有中華民國國旗 不行 不行 他們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如上考比 他們不需要這樣子如上考比 在去年的一個馬錫會 馬總統也跟習近平說 希望我們海峽 這個臺灣跟海峽對岸 要做這個實質的一個交流 也希望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民眾 如果說你到世界各國去碰到這些非官方的一個組織 然後拿到國旗 你們的民眾也不需要這樣子 像傑民所說的 如上考比 如上考比 就是爸媽死要跟爸媽死要一樣 但是我們事實上我們在追求就是說 我們要實質的一個外交 你想說英國他們這樣子講了之後 當然他也有講 他說他雖然否定了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他還卻反覆的強調 臺英關係的一個緊密 除了包括商業文化教育 甚至還有司法與環境 無所不合 而且臺灣還是英國在亞太地區六大市場 也就是說 英國也需要臺灣這個市場 他也希望跟臺灣來做這些實質的交流 但是大家也不要focus在這個主權上面 當然我們臺灣我們表明 我們就是從1912年我們建國之後 我們中華民國存在105年的一個事實 所以說這也是我們必須要追求說 我們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一個國家 好 所以視為是說其實老共你也不用那麼擔心 這是實質利益比較重要 好 不論怎麼樣 可是有一個人民調掉下來 這個人是誰 柯文哲 柯文哲最新的中國時報的民調顯示 他的施政滿意度正式跌破五成 只剩四成七 甚至在這個TTP裡面已經說過 我再度強調我完全支持罷免柯文哲 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先進一個廣告